接着我们要介绍我们的第二位神佛女将登场 是我们的三阶光佛女安迪丽雅 神伐使者安迪丽雅 有我们的天堂鸟 雪园 人类攻击可以呈1有5倍 技能的部分是可以对敌方进行24的光属性攻击 14号的天堂鸟 会不会是幻眼的是我们生伐使者安迪丽雅 又看到玩家的球 把握机会 非常非常美丽 有安迪丽雅 好 单位32 24 32 最后也是172 非常的高调 把握机会哦 好 接着来到我们的 左边的朋友 拿出相机 手机 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 记得呢 现场所有的玩家朋友 可以得上我们的就是神波之塔特色的电玩展 官方网站所 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所举办的 我最喜爱的神佛女将 每一位呢 都有自己个人的粉丝环 在整期当中呢 增加最快的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就是 神波的女神的一个荣耀 所以各位现场的玩家朋友 能不能的一票每一个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要求我们的玩家呢 可以永远的呢 去来投下我们神圣的一票 选出你心目中呢 最棒的神佛女将 提醒各位现场朋友 我们的 我们的 同样活动是复选的 所以呢 你们可以同时呢 同时呢 同时呢 所支持的神佛女将们 给他们的鼓励 给他们的勇气 让他们可以呢 继续扮演他们的角色 所以各位带来 更好玩的神佛之塔游戏 好的 目前呢 站在舞台上呢 是我们三街小魔女 神沙使者 安迪丽娅 三学号呢 十四号 是天堂鸟 有些朋友也可以去她的粉丝团 帮她点个赞 好 又来到我们舞台的右边了 右手边的朋友 把握机会 好的 来 天堂鸟 来跟大家呢 来简单的打声招呼 哈啰 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然后我是天堂鸟 多介绍一点嘛 人家想要听你讲话 不想听我讲 好 然后我就是在神佛之塔的编号 是十四号 那其实我今天的角色就是 扮演的光的小魔女安迪丽娅 那希望呢 大家可以把你们那个 粉丹的那一跳 可以投给我 虽然呢 我没有十万大军 也没有二十万大军 那希望台下的民众 可以重复的投票 然后可以把那多余的那一票呢 投给十四号天堂鸟 谢谢 耶 等一下 你跟她说 你没有十万大军 也没有二十万大军 可是你知道你的票数 是增加幅度最大的吗 因为我在我路上有拍一个 就是挑战 影片吗 你知道这个胖子 这些东西 有现场的朋友有看过吗 就是穿了很多 四十件 然后吃了四十件衣服 四十件衣服 我觉得我看到那影片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厉害 所以那时候想说 哇我们天堂鸟的票数 冲得非常非常的快 目前有到前五名吧 应该没有 有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 希望大家可以冲到前五名 对不对 那我来访问一下 我们天堂鸟本身也有在玩神光之塔 有 那本集呢 现在是一百零七集 一百零七的 那善用的队伍 我一开始也是用火队 火队 然后我手抽的卡 其实没有很好 但是我就继续玩下去 然后现在用的是暗队 暗队 现在其实很多玩家都是在用暗队 那本身有创工会吗 我没有耶 没有 那没有关系 那有人愿意收留我吗 有人愿意收留他去工会吗 有吗有会长在线的 马上大家全部开始举手 待会去后面后台自己处理 好不好 赶快把他加进工会 有正妹耶拜托 那记得私讯我你们的工会 记得私讯我跟妳今天回家私讯报答 每个人都私讯他的工会 我跟妳回家 一开始 基因大人自己店铺基因大人 写到看你的哪一个工会 好了就加入 好不好 加入我们天堂鸟的粉丝团 加入我们天堂鸟的粉丝团 帮他按个赞 是14号对不对 好 那我们要再次掌声 谢谢我们的天堂鸟 谢谢 拜拜 再来下一位要登场的呢 光谷女